外媒報導美中貿易談判 雙方已就結構性議題 草擬六項諒解被暴露 中共長期圖謀我國友邦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 在一場南太平洋島國峰會上表態 呼籲友邦繼續支持台灣 台灣服務7號衛星通過認證 預計今年升空 提供更準確的氣象預報 為防堵非洲豬瘟 美國海關在中國新年期間 就擋下10噸來自中國的肉類產品 更詳細新聞內容 請鎖定新唐人野菜板間8點新聞